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连采访了好几个人 大家的猜测五花八门可谁也没有确切的证据 最终在一位目击者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一个河边 据说河对面的下水道就是鼠人的居住地 开完河边的环境后 霍利本想结束采访 临走前却接到领导的电话 为了收视率 领导要求他进入到那个漆黑的下水道一探究竟 拍摄图中摄像师发现 下水道中似乎有人居住 在大家身边 还有人生存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 霍利觉得这才是新闻工作者应该拍摄的内容 于是他不顾摄像师的阻拦坚持前行 在走了一段之后 霍利发现了更多人类生活痕迹 他伸手翻看着那些东西 殊不知那些物品的主人正在其中 摄像师从镜头中看到一只眼睛突然睁开 毫无防备的他被吓得连连后退 霍利安抚完摄像师之后 二人找到了逃跑的流浪汉 那人浑身沾满漆黑的液体 霍利尝试着和他交流了一番 原来流浪汉的名字叫做比利 和他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拉玛特 霍利再问其他问题的时候 流浪汉忽然抬头诡异一笑 嘴里还淌出一些黑色的液体 霍利被他的样子吓到 于是匆匆结束了采访 可就在撤退的时候 二人遭到了袭击 等再次醒来时 他们已经被捆住双手关了起来 霍利尝试着向关着他们的那群人交谈 并承诺自己出去后会找人帮助他们 这时一个戴着眼镜的胖大叔 站了出来 他问霍利想要什么帮忙 霍利顺势指出 可以帮他们做一些专访 将他们的故事告诉大众 霍纳叔不喜欢这个提议 他觉得他们的故事应该由自己讲述 说完他从下水道中 召唤出一个半人半数的怪物 这就是大家口中的鼠人了 霍纳叔将鼠人分泌出的黑色液体 倒在摄像师身上 那些液体似乎有极强的腐蚀性 一接触到皮肤 马上就传出字字声响 摄像师痛苦倒地 很快就一面误呼了 接下来是霍利 他被那群人粗暴地拉到了下水道口 霍大叔告诉霍利 他即将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接下来神会预判 他是否有资格步入新世界 说着霍大叔召唤出鼠人 将那些黑色的粘液 淋了霍利一身 可奇怪的是 那些液体并没有伤害到霍利 不久后他就被救了出来 但对于下水道内发生的事情 和摄像师的去向 霍利一概没有解释 几天后霍利回到了工作岗位 可忽然间他面色怪异 冲着旁边的男主播 喷射出了大量黑色液体 男主播残叫一声 整个面目的皮肤都被俗实透露 而霍利则是一撩秀发 若无其事地介绍着 接下来的新闻节目 嘴角还残留着一丝黑色的液体 新闻播报完之后 霍利忽然对着镜头说了一句 拉玛特万岁 原来他早已被鼠人感染 童话了 第一个小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结交窝点的搜查还在继续 另一对特警端着枪 来到了一个类似电影院的放映室 里边横七竖八地躺着更多身影 第一个进门的特警 被这景象吓了一跳 走近一看才发现 那不过是些塑料模特 这时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些画面 那是一个追悼会的现场 死者因为车祸身体变得七零八岁的 入联时费了好大劲 才将他的身体拼凑起来 海莉所在的公司 承办了追悼会的主持任务 于是他跟着老板来到了这里布置现场 本次追悼会的时间 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开始 但死者的家长却要求 投电晚上就开始录像 据说是为了记录 晚上过来首领的人 布置完现场之后 海莉接到新的任务 老板要她待在灵堂中 确保录像设备的正常运行 交代完注意事项之后 老板离开了 屋内只剩下海莉一人 屋外电闪雷鸣 海莉独自待在这里有些害怕 于是她给朋友包起电话周 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不久后屋内停电 好不容易挨到来电 海莉惊奇地发现 灵堂中心的棺材位置变了 本来她也没到回事 就想将棺材给推回去 可就在这时 她突然听到了棺材内 有声音传出 海莉被吓得跌倒在地 她赶忙打电话 给入联师报告情况 但入联师并不相信海莉的话 毕竟整个尸体 都是她亲手拼起来的 死没死 她心里非常清楚 于是匆忙应付了几句之后 她就挂断了电话 好在这时来首领的人到了 海莉连忙将她迎了进来 并将道辞交给她 那个男人结果道辞 看也没看 直接对着死者念叨了起来 念完就起身离开了 无聊的海莉再次和朋友 打起了电话 朋友告诉海莉 死者并不是车祸身亡的 新闻上曾有报道 那人生前似乎是个邪教徒 她在教堂的屋顶上 屋檐乱语了一个小时 然后纵身一跃自杀身亡 正说到紧张刺激的地方 屋内又停电了 这时棺材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海莉想要逃跑 却发现大门 不知被谁给锁上了 等她再回到灵堂时 棺材已经翻倒在地 尸体却不在里面 海莉叫着死者的名字 巡视着屋内 这时她发现 穿着黑色西装的死者 正站在墙边 死者猛地回头 露出血淋淋的半个脑袋 最后她动作僵硬地 在屋子里寻找海莉的身影 随着她的动作 那些被组装在一起的身体部位 纷纷掉落 场面看起来极其恐怖 海莉害怕地躲在椅子后面 悄悄祈祷死者 不要发现她的位置 殊不知死者掉落在地的半个脑袋 正盯着她看到 用了眼睛的直言 死者很快找到了海莉的踪迹 并朝着她撑着过来 几秒之后 海莉颤颤巍巍地 走向了窗台纵身一跃 第二个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边特警们的调查 还在继续 这一堆特警 来到了一个诡异的房间 地面上摆满了 各式各样的玩偶 玩偶的对面 是一台小小的电视机 接着往里搜查 特警们发现了许多断枝残壁 旁边的房间天花板上 还吊满了 翻倒的十字架 就在这时 电视机中传来声响 众人被吸引了过去 里面播放的录像 就是今天的第三个故事 这是一个邪恶科学家的实验室 科学家热衷于 将人类和机器结合在一起 这天他将男人的脑袋 装到了一个蜘蛛型的身体上 可惜实验没能成功 男人的意识刚刚苏醒 机器的运行就出现了故障 科学家似乎对这样的结果 习以为常了 他非常淡定地拿起灭火器 处理好现场之后 紧接着就投入到下一场实验中 这是他的第99次实验 这次科学家将一个女人的头盖骨锯开 连同大脑整个取下 移植到一个机械身体上 实验非常成功 多年的心血有了结果 科学家兴奋极了 他兴奋的哼哲哥 将旁边的男人也进行了改造 电剧轰鸣一声之后 科学家随意地将男人被锯掉的胳膊 扔在地上 然后又拿起各种奇怪的工具 一阵阵火光闪过之后 男人的手臂变成了巨大的砍刀 此时电视机上正在播放人口失踪的新闻 99号实验题 认出电视上那个失踪的女子就是自己 科学家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新生命 可99号还拥有之前的记忆 于是他成为了科学家口中的失败实验品 就在科学家想要将99号摧毁之时 诱人撬扫了实验室的门 博士只能先将99号盖上前去开门 进来的是一群警察 他们来调查最近频频发生的人口失踪案 确认了博士的身份之后 警长没有给他开口解释的机会 直接下令将其击毁 随后开始进入实验室搜寻幸存者 一名警察发现了99号的身影 并报告给警长 但警长却没打算救人 因为警长认为 此时的他已经不能算是一个人类了 于是下令将其直接销毁 还明明其约 至少他不用再受罪了 99号不愿就这么放弃自己的生命 于是伸手拽住了警察的手臂 向他求助 他的动作瞬间吸引了所有警察 屋内的枪口全部指向了99号的方向 这时那名警察摸出了他的意思 试探性地告诉警长 99号可能是在向他们求救 警长随意看了两下之后 直接断定99号是没有灵魂的 此时这名小警察发现 99号就是失踪的女孩 但警长不愿惹麻烦 他只想尽快解决掉这个半人半机器的怪物 于是胎枪准备射击 就在这时屋内的灯灭了 99号趁机逃走 警长马上将门锁了起来 他们的这一鲁莽行为触动了屋内的安保系统 炸弹爆炸将多名警察炸伤 科学家之前露好的声音回荡在实验室内 他告诉入侵者 安保系统已经打开 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华音刚落 另一名被改造过的砍刀男苏醒了 激活了毁灭程序的他双眼通红 举起刀臂 直接杀掉一名离他最近的警察 警察们举向反抗 可钢筋铁骨的砍刀男并不畏惧 他挥舞着自己的大砍刀 追着屋子内的活物进行着无差别攻击 一名又一名的警察死在砍刀男的手下 不久后99号醒了过来 保留着人类情感的他 看着遍地的尸体有些害怕 慌乱之间 他逃进了一个墙上贴满照片的房间 这里是科学家的房间 桌面上摆满了各种研究数据 99号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以前的照片 随后他发现旁边的罐子里 放着的正是自己的脸 99号意识到不对 干忙来到镜子前 镜子中这个喷人半惊气的怪物 让他感到十分陌生 他惊恐地抚摸着自己的脸颊 这时屋内响起了另一个女孩的声音 99号闻声寻去 另一个被改造过的女孩出现在他眼前 女孩的改造刚进行了一半 体内的各种管道 正赤裸裸地被摊在台面上 这里的动静引来了警察 看着持枪逼近的警察 为了保命 99号给自己装上了机械反抗 他明白自己的处境 生死存亡之客 99号也不再手下留情 直接将前来攻击自己的警察 打成了筛子 随后他将仅剩半个脑袋的尸体 当作护盾护在身前 可警察的数量太多了 并且每一个见了他都直接开枪 99号不得不全力反击 不久后他被警察丢出来的手榴弹炸伤 于是也发动手中的武器 以牙还牙射出了一个炸弹 和钢筋铁骨的机器人命运不同 血肉之躯的警察们 直接被炸烂了半个身子 每个攻击99号的警察 都被他以相同的方式杀死 除了那个最早认出他是失踪女孩的小警察 小警察没有杀掉99号的打算 在得知他的目的不过是活下去后 小警察连连告诉他自己也是一样 99号听懂了这些话 于是放开了抓着他的手 小警察带着99号前去寻找出路 就在这时警长出现了 他不用分说直接开枪射击 99号毫无防备被打倒在地 小警察想要阻拦 却被警长一脚踹开 此时满身是些面如恶鬼一般的警长 不断发动攻击 身中竖枪的99号几乎毫无怀手之力 他的电量快要用光了 就在99号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 警长身中树枪倒了下去 原来是小警察出手相救 他受够了警长的是非不分 于是从警长手中救回了99号 可他自己却被另一个机器人 砍刀男给残忍杀害了 拥有人类情感的99号 为了给小警察报仇 艰难地挪动砍刀男身后 并精准地将控制他行动的大脑挖了出来 最终99号拓着残局成功逃生 第三个故事到此结束 此时一直以来拍摄着特径行动的摄像师已经倒下 两个女特警来到镜头之前 说出这样一句话 永远从现在开始 就在这时 一名男特警怒骂着冲了进来 自从进入这个诡异的地方后 他的队友全都不见了 他想要逃离 却又不能丢下队友 于是只能四处寻找队友的踪迹 两个女特警在他身后 大声呼唤其他队友的名字 三人就这样来到了一个满是电视机的房间 忽然间 这名男特警目光呆滞 并直直地看向其中一个屏幕 在这里他看到了今天的第四个故事 一群思想极端白人组成的一支武装小队 他们十分仇视黑人 将其视为眼中定肉中刺 一天 这群自诩爱国的恐怖分子 准备了大量的武器 他们准备进行一个 肃清美国铲除黑色毒瘤的计划 计划的全过程 就是利用炸弹摧毁联邦大厦 并以此邀请美国当转人员 清除黑人拯救美国 有人质疑他们的火力是否能够炸掉联邦大厦 于是武装小队的司令官带着他们进行了测试 而这个武器的来头很不一般 司令官来到一个重兵把握的小屋 还让手下冲着那个被锁链捆起来的男人开枪 随后将男人的血液收集了起来 并带着众人来到一片无人荒野 手下将一小管血液被注射进兔子的体后 众人找好安全的地方慢慢等待日出 等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到兔子时 巨大的爆炸声响彻云霄 原来所谓的武器就是吸血鬼的血液 他们接触到阳光之后就会发生爆炸 只要一点点就有巨大威力 何况司令官还下令每天射杀吸血鬼 他们收集到的血液多到可以毁灭一切建筑物 在行动前一晚众人举行了狂欢败对 他们醉得一塌糊涂 两个醉鬼脑袋短路 前去戏弄那个可怜的吸血鬼 第二天一早警报将众人唤醒 司令官发现营地中有人被杀了 与此同时 昨天晚上前去戏弄吸血鬼的另一个人走了出来 他浑身沾满吸血鬼的血液 刚一走进屋子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此时吸血鬼已经逃出村 并对他们展开了报复 司令官带领大家捕捉吸血鬼 可吸血鬼藏身于屋顶的黑暗之中 动作又极其迅迷 眼看着司令官整片的人马一个接一个的折损 可他们连吸血鬼的影子都没摸到 最终吸血鬼杀掉所有人之后 将司令官带进了自己被囚禁的那个小屋 并打开了屋里的天窗 等清晨的第一里阳光照进来的时候 屋内闪烁着爆炸的火光 吸血鬼可一直以来 凌虐他的司令官同归于尽了 第四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故事再次回到主线 进入到这里的大部分特警 都已经被挖去双眼 唯一的幸存者光头特警 被紧紧的绑在椅子上 此时两个女特警出现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阴谋 第四个影片正是二人 刻意引导大家观看的 这些录像带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看完会使人精神恍惚 说着他们脱去外衣 露出里面纯白的衣物 就像片头的那些 自戳双目的女孩一样 她们也是这个神秘组织的一员 平时业务就是制作 并售卖这些极端血性的视频 而光头特警 就是这姐妹二人的猎物 说着他们拿起相机 一下又一下地 砸向光头特警 直到他们的整个脑袋 血肉模糊 女孩们感叹着 杀死光头特警的画面 将会是他们最棒的作品 现在唯一的问题 是给这盘录像带 起个什么名字呢 作为一部经典IP的续集 本片延续了以往的故事框架和风格 以伪纪录片的拍摄手法进行叙述 内容上 以其中特警搜查邪教组织为主线 将其他几个风格各异的 众格为恐怖小故事串联 这些小故事 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恐怖题材 其中有解开都市传说背后真相的故事 有邪教徒 雨夜复活 献祭活人的故事 有疯狂科学家制造出 视邪怪物的故事 也有吸血鬼 大战极端恐怖分子的故事 这些故事是主线中白衣女孩们手中的录像带 也是她们用来传播黑暗的途径 这些影片中 异化扭曲的信仰 血性极端的画面 残忍猎奇的故事 就像腹肉一样 不断地吸引着各种追求刺激的客户 并对其进行精神污染 时报的女孩们在满足了自己暴力的私欲后 将自己的行凶过程制作成新的幼儿 并以此盈利赚得盆满钵满 总的来说 作为邪点卡特电影 本片无疑是成功的 暴力猎奇恐怖黑色喜剧实验主义边缘性人群 社会批判等卡特片常用的经典元素一样不辣 它们被随意的组合并杂柔在一起 共同构成一种独特的质感 喜欢卡特电影的观众可以看一下原片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电影 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